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妮 我们每天炒菜都会用到炒锅 过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锅底变得又黄又黑 非常多的污渍油垢难以清洁 平时炒菜都嫌弃它脏 今天猫妮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清洁锅底的好方法 把锅底污渍清洁的干干净净 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锅的底部非常的脏 污质很顽固 并且摸上去油油腻腻的 这里提醒大家不要用钢丝球来刷 容易将锅底部的保护层刷掉 这样锅老化的很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